一部国产年度,王诈开播了,五年,有网友说,有生之年,它终于来了,庆余年二,央视和鹅厂同步开播,国剧王诈续集,通常会让观众等一等,但也只有庆余年二,敢让观众等这么久,尤其在这个越来越快,越来越难抓住观众耐心的时代,它有让观众等的底气。 第一集,开分七,八,最终豆瓣八,零,编剧王眷,凭此剧拿下了白玉兰最佳编剧,南平,这个曾经的国剧雷区,被他玩火了,玩火了,最关键是,第二集,原班人马归来,张若云,李沁,陈道明,吴刚,田宇,李小冉,郭麒麟,心之类一个不缺,张若云还瘦了,换脚的金城,吴姓健,隋俊波,依然贴脸,在家于飞红的皇后, 毛小彤的北齐大公主等等,阵容真够硬的,果然,开播前就创了记录,预约人数超过1700万,是额厂首部开播前热度破20000的剧集,再一看,刚刚上线,收视破1,9,平台热度破25000,又破了平台记录,妥妥王炸开局,他的那些变着法子古装谈恋爱的古武剧,还真不一样,全模制斗,人性优微,假死脱身,复活入局, 小藩大人为我们展现的,是一个普通人从未见过的奇幻世界,看完四集,意犹未尽,就跟大家一起看看,真剧王的真正底气,灵妖,故事,假死脱身,冒险入宫,暴月楼过招,局中有局,开场够生猛,王卷写剧本,从无废笔,更不会水时长,36集,都是真东西, 但第二集一开场,先给我来了个第一季场景回放,有这个必要,确实有,严冰云被刺范贤,正是这一次的悬念,让观众等了五年,亲弟说,你要给我一个交代,现在,王卷也必须给观众一个交代,假死,怎么假死,死完以后呢,一场围绕范贤的围猎和局中局,刚拉开帷幕,此时此刻,重回京都的范贤不知道, 暗地里有三个局,层层嵌套,正请君入瓮,第一个局,是假死脱身局,第一季结尾,范贤被刺的生死谜团,终于解开了,上级大结局,灵使团回归途中,二皇子已废戒,范思哲,以及滕家遗孤的安危,来威胁范贤,逼他向自己俯首称臣,二人矛盾就此激发,范贤让严冰云刺自己那一件,当然是计划好的,可问题是,既要把假死做真, 又不能假戏真做真死透了,怎么弄,王卷的办法是,搞机关,剧情很合理,假死写件,还是三处研发的,实在不行,可以死一死啊,可万万没想到,二皇子听说范贤之死,立马扩散,当然更离谱的,是京都百姓自发掀起了一场,悼念庆国师仙的大型活动,满街是范大人用过的东西,还有范大人亲自发明的,汉堡,范贤回来一看就知道,这下, 玩大了,第二个局,是冒死回京局,朝堂如战场,更别说范贤玩的假死,就是欺君,表面看,小范大人,利用假死之计暗中脱身,同时,严冰云也成功潜入二皇子的阵营,但威胁是一点没解除,人质还捏在二皇子手里,更危险的是,如果被人揭穿自己假死,假死马上就变成真死了,怎么办,回来第一件事,秘密进攻,见庆帝, 所有人都说,这是找死,但范贤知道,这才是昭妙,天下人以为范贤死了,范贤就是死了,要是庆帝从第二个人口里,知道范贤还活着,范贤立马就得死,要活,就一个办法,必须范贤亲口告诉庆帝,他假死,以及为什么假死,到了小范大人发挥演技的时候了,潜入皇宫一个身柜,向陛下,请罪,声泪俱下感人肺腑, 堪称南庆掌管演技的神,庆帝这头过关,更大的威胁还要解除,救人,但忙于救人的范贤不知道,对他的另一场阴谋,正在酝酿中,第三个局, 范月龙谜局,范月龙谜局,以及接踵而至的春围危机,都是二皇子精心给范贤不下的陷阱,这个第一季的,知己,太坏了,他让范贤知道,人关在范月楼,就是一个儿,与其满世界找他,不如让他自投罗网,但这还不够,要让他束手就擒,最好再抓住他更多软肋,鸡腿姑娘不好惹,范家的人也不惹,那范贤也没软肋了呀,不对,还有,王启年, 王启年不好抓,可还有他孩子跟如花似玉的夫人,即使王夫人日房夜房,想要保守秘密,还是让二皇子找到破绽,人被抓了,这一下,王启年慌了,这一下,也彻底激怒了范贤,先给你来个反见计,让王启年假意投诚,说出自己第二日行踪,就是鲍月楼,保住王夫人在说,第二步,鲍月楼约见幕后老板,真是没想到啊,神秘老板是,范思哲,杀局当前, 范贤到底,还有什么算盘,如何破了这鲍月楼的局,当然要靠人,比如,和二皇子不对付的大皇子,以身为耳,把二皇子引进楼里,再请大皇子来赌人,如何,不得不说,庆于年二,无论在节奏还是故事上,都和其他的王炸续集,不太一样,开场四集,没有废话,没有狗血,更没有溺外的甜宠戏, 冒死回京,与庆帝,二皇子过招,有的只是聪明人的博弈,刀尖上的抉择,是生与死的较量,也是一盘套一盘的大棋,果然如导演孙昊说的,第二季,就是,不断解扣,不断细扣,这盘棋上,谁是棋子,谁知牛耳,暂未可知,而整个第二季的故事,其实就是范贤, 从棋子,变棋手的过程,第一季能成,猫腻原著必不可少,但编剧王卷的改编,更不可或缺,这些年改烂了的经典,还少,王卷好就好在,保持原著精神,和合理改编之间,完美融合,第二季,还是那个味道,一方面,把控好轻松幽默的氛围,和危机重重的朝堂之间的平衡,五年过去了,再看范贤王起年,斗嘴半嘴,斗乐的画面, 依然斗趣,再看范贤二皇子斗志,也还是那个味,只不过,相比第一季,第二季一上来,范贤就面对了连环生死局,这一季的故事,显然是更加暗黑了,庆余年,被誉为作者猫腻最好的作品,除了穿越,加全眸,加科幻情节精彩,另一个特点,是书中涉及的角色,都十分精彩,绝非古偶是小说的人物塑造,可比,不得不说,张若云就是会挑戏, 他看上的剧本和角色,很少有弱的,而范贤这个人物,如果是第一季播出前,观众对他演还颇多争议,现在则是,张若云,等于范贤,张若云表演最好的部分, 就是演出了范贤的举重若倾,美临大事,不慌,澎湃张扬,不憋屈,张若云将范贤身上这种处于全谋与搞笑之间的特点,演得十分出彩,尤其是一个场景,入宫找庆帝哭诉陈情,七情上面,真挚动人,就一样,庆帝知道他是装的,他也知道,庆帝知道自己是装的,但戏得这么演,第二位,陈道明,陈道明是演皇帝的专业户, 他演庆帝,明显用的是反差化的表演,从细节之处,把帝王形象高高在上,变为接地气的人性化,但预告片还有个场景,庆帝微服出京,直奔大东山,单凭一个眼神,就不目自微,霸气侧漏,第三位,田宇,王启年和范思哲身上,我们看到了好包袱,钩子埋得隐秘,笑点抖得自然,角色讨喜,也同时看到了立体的人物,特质明确,但并不缺少作为, 人,的复杂性与双面性,尤其是找二皇子投诚的王启年,虽是假意投诚,但田宇把那种角色的复杂心性,演得太好了,最后说说女时号,高露,庆余年最不缺的,就是大美女,第一季就集合了李沁,李小冉,宋毅,新直磊,第二季一开场,先前很少出演古装剧的王小陈,演了暴月楼的圆梦,一个貌美如花,却拥有蛇蝎心肠的女人,光是扮相就惊艳, 接下来于飞红的皇后,毛小彤的大公主,都会陆续登场,但目前最惊艳我的,还是高露演的河东侍候王夫人,一边是把王启年拿捏死死的霸气侧漏,一头是让人怦然心动的美,为人处事,大气从容,难怪王启年说他的命比自己重要, 在这么一出古装戏中,能看到这么多好演员标系,过瘾,庆余年二就像一幅扶生会,群像叠出,把人性中的善,呃,贪,称,吃全眼出来了,人物写好了,故事的根基才打好了,往后也就越来越精彩,说到底,庆余年二作为经典改编剧,一脱的,依旧是猫腻原著, 全剧以范贤作为线索人物,展现了庆国几十年的风云,如果算上叶青梅穿越过来的,古代,那更是横跨许多世纪,格局之宏大,跨度之长远,构绝,以原著的内容含量,该剧分三季制作,囊括了无数人物的命运变迁,轮转更替,原著有东西,改编就有后招,但最核心的,还是范贤,虽然是穿越到许多个世纪后的未来,但粉碎的,还是封建的, 建王朝那一套,南庆,北齐,东夷城,管他哪里,不平事,范贤就要管,当年腾子经怒见不平,得罪了礼部尚书,被判死罪,他要管,第二季更多不平事,他也要管,可以说,范贤正是叶青梅悲闻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,洗刷无人在意的冤屈,肃清人人避之不烫的黑与恶,世事多变换,尊法如仗剑,才是范贤,这也是庆余年系列成为爆款的底层逻辑, 不是普通南庆文那样,一个人的打官升级,而是借用范贤第一季一句话,没有众生就没有庆佛,我想为这些人,跟着世上的道理斗一斗,这样的范贤,才无限贴近我们,所以,庆余年能在南庆IP普遍扑街的市场中,杀出一条血路,庆余年二,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国产剧行列中,持续火热,再造巨王,难吗? 其实不难,一条简单的道理,尊重人,尊重观众,把人当回事,范贤成了范贤,一直把观众当回事,庆余年二,就是2024年度巨王。